嗨,大家好,我是阿民哥,一个爱玩的主播 然后在景德这边跑到了一件官邀 所以说我内心也非常的激动 然后也是为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清中期的一个道光 清中期的一个道光的官邀 非常非常的难闷 其实我们平时在市面上能见到的 一般都是晚清民国的官邀 相对来说还是稍微用点心 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但是一件清中的官邀 这是一件道光的官邀 就是说是格为的难得了 因为晚清的官邀的话 一般都是楷书 楷书写,六字楷书 然后这个是传书 传书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款 传书的东西的话 就是说写款的话非常的难得 一般的话我们晚清民国的都是六字楷书 楷书的东西的话 就是说跟传书的话不在一个层次上 然后这是一个款 就是说从款上 这个东西就远远的高于晚清的官邀 当然了年份 年份就更不用多说了 道光的官邀跟晚清的官邀 清中的跟清晚的肯定 对吧 不在一个台阶上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知识点 记住一定要记住 官邀 只要是官邀 那么一定是尼秋北 并且不会带有一丁点的沾沙 不会带有一丁点的沾沙 就非常的干净 绿索 修太也修得非常的自然 并且是两边修 它是从这边修完了之后从下面再修 所以说形成的尼秋北 这一定是一个知识点 重点之重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不会带有沾沙 一定要记住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彩头 彩头非常的艳丽 非常的艳丽 非常的自然 化工非常的流畅 然后呢 然后呢 制胎呢 非常的规整 大撇口 撇口 撇得非常自然 然后竖着腰 然后挺着肚 然后呢 我们在近距离的来欣赏一下这件官邀 希望也能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可能我们没有就是说是上手 或者说呢 可能我们没有就是说是亲眼见到过 但是呢 也希望能给大家留一个美好的回忆 毕竟是官邀 升官发财 升官发财 好吧 这一件东西就讲解到这里 希望能能给大家一个 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一个呢 升官发财 官邀 然后呢 再给大家 然后呢 再给大家看一个 是从一个老藏家手里收下来的 可能呢 就是说 大家呢 就说 阿兵哥 你收这个货的时候 为什么不给大家 其实 就是说 拍一个 你砍价 奖价 或者说是收货的视频 其实一些行内的人 知道这个道理 就是说一些比较大的行家 然后比较大的收藏家 我们过去 人家是不允许拍摄视频 获得这个精彩的环节 就是说 哎 只能再 回头我们拿下了 买到手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应该能表达 表达清楚 这是一个清光序的棒水瓶 可能就是说 大家就觉得 这是棒水瓶 怎么 怎么 都搬上洗面来 经常玩 棒水瓶的朋友 或者说 玩过棒水瓶的朋友 都知道 棒水瓶呢 是分软硬之分 这个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 硬棒水瓶 硬棒水瓶的口呢 是往外撇 等级呢 就是说 一个天一个地 所以说 买东西呢 就是说 一物一价 同样都是棒水瓶 同样大小的东西 口呢 一个是往外 往外呢 行内称之为 硬棒水瓶 如果说口是往里收的 从里面收起来的 那就称之为 软棒水瓶 软棒水瓶的价格呢 是不及 硬棒水瓶的 就是十十八九 就是说价格 要差很多很多钱的 然后呢 我们进去 这个来欣赏一件 这个画片嘛 这个画片的话 在光绪的时候 还是比较精彩的 一个是花开富贵 鸟语花香 锦上添花之意 予以非常非常的好 光绪的 典型的 清光绪的 绝对的难得的 一件佳片 然后呢 谷玩的收藏的 升值的意义呢 也是在于 时间一定要有 时间差的 所以说我们买到东西 只要是看好了 一件东西 我们就说 哎 好的东西 可能一些草友 也看到了 好 让你们先挑 你们挑剩下的 我们自己再拿去收藏 其实谷玩的意义呢 就是在于收藏 好吧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给阿兵哥 点个赞 点个关注 谢谢您 谢谢 感谢 在这里祝大家 升官发财 谢谢